中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的重视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自2018年12月初孟晚舟女士被无理拘押以来 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 中国政府在各个层级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 向孟女士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 向每家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 尽快让她平安回国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天津会谈当中 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 一份是美方必须停止的错误言行清单 另一份是中方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 两份清单都明确地要求美方取消对孟的错误指控 尽快让她平安回国 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时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系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非常坦诚深入广泛战略性的沟通和交流 习主席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 阐明中方立场 要求美方尽快妥善地解决 那么孟晚舟事件得以妥善地解决 具有积极意义 我注意到有媒体评论说 孟晚舟事件的解决 拔出了深深插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一根刺 但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 中美双边关系当中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其他的刺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高度的重视 并且采取切实的行动 让这两个清单能够清零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精神 加强对话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的轨道 我也注意到在王毅国委员 刚刚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进行了视频的会晤 那么在这个视频会晤当中 也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王毅国委员也简要地介绍了中美关系 出现目前这个状况的来龙去脉 表示中美关系这个是非取直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面对美方的无理的打压和造谣抹黑 中方别无选择 只能也必须挺起脊梁 坚决应对 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维护中国人民的正当 发展利益 那么美方近期表示不希望对抗 不搞冷战 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我们希望美方要把他们的这个表态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 使美国的对华政策 回到理性和务实的轨道上来 如果美方履行承诺 中方愿意同美方相向而行 共同地回答好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这一世纪之问 就如何搞好中美关系 这一必答题 交出一份让两国人民都满意和受益的答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